想要拥有驚人的体质 查新我最新的训练计划 在TelanSteel.com注册 现在可获得30%的折扣 猜猜我们现在去哪里呢 当然去我的P&T的健身房 那今天会 其实不是今天 每天我的这个routine都蛮 很忙碌一下的 那今天呢我有一个学生 来自槟城 还有一个是来自新加坡 然后教他们这个舞台造型 对然后过后就 还有就是我的 这个一对一的那个教学啊 猜猜今天虽然跟我一起来 Rusty 哈哈 他是我的 gym buddy 但是他是陪我 他不是陪我gym 他是看着我gym的buddy 走路跟posing是完全是两回事 走 p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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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posing 对 台风就是说当你踏上上去的舞台 你就要有了的 就已经要有 你要有一个athletic的那个discipline 我已经get ready 这种是一种 attitude也是这样的 很重要的 对,这就是信心 OK,午餐时间到 相信健身的朋友午餐食物是很重要,对不对 所以呢,已经两点了 对于正餐来讲,已经超过了一点点的时间 因为刚刚我们在学这个 posing 就是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从槟城下来的 Adrian,所以我们刚刚喜欢 posing,所以吃了一点点 所以呢,还是要赶快吃 所以我今天也不例外啦 就是我的食物跟以往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啦 所以就是菜 菜的话呢,基本上我没有分说要吃什么菜的 就是说我的菜其实都OK 但是我本身会比较喜欢吃这个包菜 因为包菜是比较爽口比较脆 而且就算你放到晚上呢,它还是那么的脆的 OK,所以鸡胸鱼肉还是一样的 但是可能我会把一些味道放得比较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就是,不是吃鸡胸 还是鸡胸,也是吃鸡胸 还有我的白米饭啊,就这么简单 Fiber, Carbs, Protein 好,你看Adrian,他这一次他下来这个鸡胸鱼 基本上,就是说在牛排方面是很不方便 对不对,但我也帮他准备了 就是说,这一个菜 就是这一些就是他所要吃下去的卡路里 就是量身定做的这个牛 所以也是简单好吃 OK,刚刚吃完我的午餐 然后基本上都没有时间休息 因为我一个学生已经来了 他叫Patrick 所以他的训练是prepare for 这个八月在新加坡的这个比赛 基本上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过 OK,我跟你们说啦 我要去训练我的学生啦 OK,这一个呢也是 基本上我们是在关注我们这一个LED的 所以这一台机器基本上都不是这样子用的 所以我们来DIY 因为其实蛮有效的 关注我们这一个背宽机 非常有效,你看看 成为蛮有效的 赶紧,三符や OK,所以这个还是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背款机 把这个我们会做的呢,Superset 所以你可以看到Patrick 在关注的还是他的这个 OK,这一个呢就是我暂时感到最荣幸的比赛 就是Ano Classicalona第六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那我接下来都还有很多的比赛 所以这个是我暂时最高的这个achievement OK,还有就是说讲我的这一个 叹叹 就是100千的这个YouTube的subscribe 所以真的是也是感谢 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subscribe我的 感谢你们 又是忙碌的一天 又是忙碌的一天 其实呢,我每一天呢 需要做的这个Routine就是 订阅一些新学生啊 就是他们会问一下 到底这个训练的配套是怎么样的啊 然后呢就是我还需要得教很多学生的这个舞台造型 就是Posing 那我们这边的Specialist都是教比赛嘛 所以我经常都要教他们比赛的这些舞台造型 因为他们都来自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国家 还有呢就是 很多人都会问我 欸Terence,你这个studio 你开了过后 可能是当老板 你不需要工作 那是错的 我反而觉得会更加的忙碌 因为每一天都要到这一边 每天都很多东西要做 对 那其实呢 不管多忙碌呢 我都不会忘了我这个我自己的training 对 所以呢 就不跟你们谈这么多啦 我要训练啦 Let's go 训练肯定不简单 那坚持呢 我觉得更不简单 所以我们要坚持 重量呢 是起司 那如果是说太过重 而如果你有active 到你这个muscle的话 其实其实没有用的 所以很重要 OK 这个呢就是我的gyumbuddy 它是帮忙看的一样 所以训练呢 那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这个弱点 那我 我 我个人认为 我的弱点就是 我的这个背部 尤其是背宽肌 因为呢 我的对手 全都是老外 所以 他们的背 都超恐怖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 更加的努力 把我们的这个 背宽肌 弄得大大 才可以在舞台上 跟他们打拼 所以基本上我的背部的训练呢 都是会 比较关注我的这个背宽肌 对 当我拍了这一间这个 所谓这个studio呢 我发觉到一样东西就是 很多学生 在于这个 nutrition 我们叫做补给品方面的那一个姿势呢 是稍微 有比较弱一点 就是说他们 他们就是说他们不知道 这个当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 补助品 就是氨基酸的补助 他们都 不太清楚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 一个小小的sharing 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 补给品这些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一些 氨基酸啊 所谓的这个 BCAA啊 Cratein啊 Gutamine啊 这些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呢 它可以叫做 Express 就是很快讯的 Repel我们的muscle Repel我们的肌肉的一些 所以 非常重要 OK 再补给一个 Lower back So 这个呢 其实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运动 因为 对背部的受伤的肌力呢 很低 但如果是说 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运用 你的这个Lower back 发力的话 基本上也是练不到的 所以呢 还是要 很讲究技巧 这个运动 这一个呢 跟Tibaro 有一点点相像 对 那Tibaro我们可以去的 非常重 这个呢 其实 就不太需要的重 对 这个只需要 把重量 集中在你的背部这边 一拉的时候 往后 对 哇 感觉到今天 自己在训练 很像很像在教课 这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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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训练就到此为止了 哦 so 很多人都问我 哎 Terence 你这 还有比赛吗 有 其实呢 我 before 我去这个 Olympia的时候呢 我还会去一些 蛮大型的比赛 可能会 呃 最少会比一次 可能两次 才去这个 Olympia so 就是一直 keep着这一个 conditions all the way 到这个 Olympia 嗯 啊 时间也不早啦 是时候 回家 准备我的晚餐 然后 啊 一天 又这样子的过啦 呃 天都已经暗了 晚上了 呃 其实是蛮累一下的 呃 体力上的累就还好 我觉得是精神上的累 因为呃 比如说你要教人家这个舞台造型 你要花很多精神去看它 到底它这个posing到五到尾 哪里第二呢 就是这个一对一的教学 那个更加的多精神要花在那一边 因为比如说重讯都很容易受伤呢 所以你必须要确保它们的这个安全 所以你要花很多精神看着它们 那么发力有没有发到力啊 啊 对 啊 你问我 问我 喜不喜欢这个industry的话呢 我觉得我蛮喜欢 因为这个都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东西 呃 就是 来教学啊 呃 然后培养一些新人啊 然后自己也可以训练啊 然后又能够去比赛啊 这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东西 对 说到这 这一块 你看一下我后尾的这个 我的Zoom Buddy 我的Zoom Buddy在做什么 他在睡觉 啊 他在健身房呢 就是很忙的 跑来跑去 去看鱼啊 啊 去这一边 这一边睡 那一边睡 这边跑 那一边跳 然后就很累 啊 这我们驾车 他就在睡觉 我的Zoom Buddy Resty 你看 叫他都不起来 Resty 哦 哎哟 他睡醒了 啊 你看他多累 啊 啊 那 哦 啊 你 嗯 咁 啊